Ryo 了世紀 天天中國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葡萄人對上不列碟人 這場比賽也是競技場大試散 好 先來看一下紅方式選擇了葡萄人 葡萄人特色最大的能力是 他的所有黃金單位 都是有八者的優惠 不管是要出騎士或是奴兵 都有一定的幫助 那葡萄人的後勤主要是打風琴砲 還有騎士步兵工兵都可以的 並且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葡萄人比較有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港灣大商站 就是我們俗稱的無限支援戰術 就是靠這個建築物產生出來的 那他在前幾次的改版有新增條能力 在模仿的時候採這些果子的時候 可以產生額外的木材 所以讓他在前期可以補正一些木頭 經濟會再更好一點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不列碟人 不列碟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城鎮中心的木頭 這個造價是一半的 所以不列碟人上城堡時代的木頭需求量 壓力會稍微小一點點 可以更早轉出一些農田 支持3TC的肉量 轉出大量經濟 不列碟人在阿拉伯來說的話 他有這個吃羊加素的關係 所以也很適合打這個前期棒棒開局 或是輕騎兵19P 潛壓的一個打法 所以即使是這個弓兵果 不列碟 還是有一些騎乘單位的一個潛壓做法 是可以考慮的 那不列碟人最大的特色 還是他的弓兵的 他的弓兵長弓兵 最遠射程可以高達12 那強弩則是11 但是由於強弩跟長弓兵 都沒有拇指環的關係 所以在弓兵對射時 要特別注意一點 不要被對方給 有拇指環的弓兵給射爆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稍微加速一下 這場比賽 競技場大賽 最近也是打得非常精彩 天空熊在這次比賽中 也是表現相當亮眼 這場比賽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記得他是對Niri 最後一場比賽的樣子 那一直看到有人說 這場一定要看一下 那我就來找了一下RP 那我是有看到結果 但我不知道發生 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想說這個結果看起來蠻正常的 但不知道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就來秀一下 看一下天空熊怎麼秀的 那這邊兩邊準備要升到封建時代了 稍微再加速一下 原來競技場前期的流程 比較枯燥一點 能講的東西兵不多 但這邊看到葡萄人 已經蓋下了石礦 看來是要來打寶兵 那葡萄人這邊 也可以考慮去修道院 或是馬舅 去產出自己的生侶去撿聖物 那如果是挖石頭情況下來說的話 可以先蓋城堡蓋在家裡 先出風型砲 然後按軍營 按幾隻槍兵 去做 防守對方清洗兵的動作 然後配上自己的生侶慢慢前壓 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 葡萄人的開局方式 不然就是直接前壓城堡 這些打法都是比較常見的葡萄人打法 那如果葡萄人前壓城堡要需要一個重點 就是你要擔心你的前壓村民會不會被抓掉啊 如果被抓掉的話基本上就可以投降了 所以這邊我猜應該是直接蓋在家裡吧 可能蓋這個金礦出了石頭區 先控兩個礦區 好 就放在這裡 其實差不多 這邊也有這個石頭跟黃金 好 下來了修道院 但沒有蓋軍營喔 那沒有軍營的情況下就是 風型砲配上生侶的前壓囉 好 那我們看到天空熊已經出了三隻赤猴 赤猴沒有升級新奇兵 所以現在打對方的生侶需要打到四下喔 因為青奇兵的話是有打這個神聖思想的 生侶的話是三下 但沒有升級的話就要到四下 那就要看一下天空熊要不要投資一個青奇兵的升級喔 去做針對 好 這邊看到天空熊已經轉出了三棟城鎮中心來 三TC開始運轉 OK 我們看到這邊葡萄人沒有開TC 所以沒有TC delay 但天空熊這邊也是很厲害喔 三TCTC delay還不到40秒 相當短了這個秒數 好 那裡面就是單TC開農 那這個打法其實很厲害喔 葡萄人 因為三TC開農上去 然後只出風型砲 通常是打一個單TC樹上帝王 然後出巨頭開拆的一個打法 而且你看現在天空熊遇到風型砲 沒有辦法撿生物 雖然這個打法天空熊是沒有考慮去撿生物的 他這邊是用雲大這個狙擊流 肉馬狙擊流 這個狙擊流呢我以前有打過 但那時候 兩年前我太廢了 肉馬控不好 瘋狂送掉 我就說這個我們可以不撿生物啊 用肉馬去狙擊他的生女 然後讓他打出經濟差 然後我先開農上去 直接帝王一波 拆門 進去打個一波就好了 結果當時被老天使說我這套沒料 沒想到 在2023年的這時候 又被拿回來使用了 所以有時候 這個世紀帝國我們的新手們 或是比較低分段的玩家 提出一些概念的時候 高端們只是沒有想到 其實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那連Viper跟黑仔也有說過 低分段的玩家 有時候會想出來一些特殊招式 是他們沒辦法自己去實行的 那由高手來實行的話 就會非常的有這個效果 這裡是世紀帝國很有趣的地方 這是RTS遊戲 可能性非常的廣闊 目前天空熊三隻青騎兵 也不是青騎兵 赤猴 這個肉馬都殘血了 基本上沒辦法做任何事情 好這邊自爆桶 兩隻就可以炸穿10強囉 但是這邊再考慮不要炸 這邊有防禦箭塔 已經升級好了 那伯雷劍的箭塔 攻擊力也是蠻高的 只要點下銀罐技術之後 箭塔的這個傷害 也會變得高一些些 好 那目前生物已經撿到了第三個 那還有左邊兩側 天空熊一直在巡邏 想要去抓掉生鱗 唉呀 這邊抓到了 OK 天空熊這波抓得很漂亮 一樣四刀收掉 這時候葡萄人果然升到了帝王時代 要來前壓城堡了 那前壓堡 可以考慮直接壓這個門口 堵住城門 然後直接射爆兩座防禦箭塔 但是拉的村民並不多喔 只有八村 敲下去之後就取消了 可能距離該太遠 好 那這個距離 不知道天空熊有沒有看到 我們來看一下天空熊的視野 天空熊的視野來說 應該是有看到的 因為這裡有一隻哨戰 所以這時候天空熊就可以起防了 好 裡面蓋一棟城堡 那為什麼城堡又蓋這麼裡面呢 最主要是因為 對方已經快要升到帝王時代了 天空熊自己也知道 然後這邊毒口 毒得很精彩阿 真是有個洞 還是進來了 好 這裡可以再考慮再補一下 沒有補 現在是用三個箭塔做防守 好 下一棟城堡 好 天空熊的視野就是長這樣子喔 非常的暗 好 這邊經濟快要來到帝王時代 那目前村民術呢 是41村打74村 天空熊這邊領先快要一輩子的村民術 原戰術不同的關係喔 就會差距多 這個村民就會差距這麼多 是屬於正常的 那為什麼葡萄人可以這樣打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剛剛有說到 帝王時代 它有這個趕灣大艙戰的關係喔 可以馬上補齊自己的資源的問題喔 即使村民少也沒有關係喔 反正它是靠人口 去蓋這個趕灣大艙戰 出來補齊自己的經濟的 這裡是 算是毒測打法 好 這邊開始產出距離投資機 但天空熊這時候 才點一下自己的帝王時代 那後方有趕快下趕灣大艙戰嗎 好 有 在這裡下了一個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 無限資源的關鍵 好 葡萄人這邊點下了一級射 天空熊這邊點下了一級蛙精 還有彈道學 開始要來產出自己的常攻兵 已經有在按了 待會二級射也要趕快補 但現在有點缺精喔 那天空熊裡面還有一塊精喔 還好 因為待會前面這塊精 應該是挖不了了 因為巨型投資機 待會就要殺進來 這些風情砲會有點難打 但還好 風情砲 一開始只有四反而已 常攻兵升滿的話 其實還可以做個應對喔 數量夠多的話 那巨型投資機的部分呢 要自己點出戰狼之後 才有絕大的優勢 去反擊對手 那葡萄人現在這邊在跟時間做賽跑 前紅熊這裡面兩根防禦箭塔 做到一點效果 稍微擋住了大型巨型投資機的開拆 好 再留一隻村民被扁死 這個動作很步步 看了有點害怕 好 天空熊的電話師債要升好了 常攻兵慢慢走出來 好 開始進來 右邊在毒口 不想讓天空熊出來 好 左邊 風情砲遇到常攻兵 果然很痛 這邊常攻兵基本上還有六攻 比奴兵多了一攻 好 這邊六加二 攻擊力是八滴 一下八滴 非常的猛 待會升到三級射 再加一個 化學 再來點個精銳 就搞定了 唉唷 這邊射掉一隻風情砲啊 好 天空熊這邊操作 進劍塔 進得很及時喔 好 雖然自己的城市中心要爆開 資源下降會稍微差了一點 但這邊常攻兵有射程優勢 可以開始做個拉打 好 這邊點下了印刷技術 這樣深履的招強射程就變12 就跟常攻兵最遠射程是一樣的 好 那由於常攻兵現在還沒有點下 那自己的銀貫技術 所以射程還少一點 那我要找個機會點一下 但木頭削料那很多 那龍熊看到對方的生女 直接要硬射嗎 哇 要硬射 要被招走一堆 四隻常攻兵 直接被招爛 哇 數量只剩下兩隻常攻 沒辦法形成戰力了 那這棟城堡是天空熊的命脈喔 千萬不能被控下來 但天空熊這邊狠狠喔 左邊居然開下了城鎮中心 在佛塔倫家裡喔 面前喔 可是他好像沒有注意到 這裡被偷挖了 風情報也是直直的往前走 但天空熊這邊的壓力越來越大 喔 這邊終點下了金罐技術 戰狼號 那義勇騎兵 銀貫技術 大會也要找個機會補 但現在支援量不太夠 但是目前的聰明術是由天空熊 97吋 對上50吋 那葡萄牙這邊 葡萄牙人這邊的人口 已經來到了135吋 那這邊趕完大長大 目前是補了兩個 那我是比較建議補到3到4個 經濟量會更好 好 這邊長弓兵再度被招走 補下兩根劍塔 稍微擋一下 巨型投石機的推進能力 但是這邊巨型投石機可能要被拆掉 石頭飛過來 再一發 收掉 哇 鐵空熊這裡巨頭打得非常及時 戰狼號一出來之後 葡萄牙就很難進攻了 那葡萄牙人這邊有可能轉出火炮來 會比較好打 但現在火炮會遇到長弓兵的問題喔 所以要來想一下怎麼去應對 那目前我是比較好看好 天空熊這邊的操作 對 村民直接被招 不是 長弓兵 OK 點下了易龍騎兵 金冠技術 哇 巨頭直接砸生鋁 哇的一聲 炸一發 好夢阿 好 巨型投石機 待會可以再按個驗兩個燒 欸 但是青空熊在前方 準備要來蓋工程器製造所 直接往前推進了嗎 好 家裡用少量的長弓開始守住 這裡再補一下一根防禦劍塔 呃 四發倒一台劍塔 完全扛不住 好 巨型投石機 再開拆 後面好多生鋁阿 生鋁蜂王開拆 長弓繼續射擊 巨型投石機往前架了起來 開始輸出 後方的巨型投石機 一發打中 長弓兵上前 射的是哨戰 沒有射到生鋁 唉唷 又收掉一台巨頭 這邊有可能 打了贏嗎 對方戰狼 沒有戰狼號的技術 打得很歪 普列典這邊一台巨頭 打一個巨頭 順利收掉 第一台 第二台沒有收掉 這裡拉了幾隻村民 過來修一下巨型投石機 但這邊巨型投石機的差距 已經被打了出來 只剩下一台巨頭 後方長弓兵也在無限輸出 前方聖鋁倒了一片 後方的風型炮補了過來 就是在下水餃 一台一台過來送 葡萄人這邊損失殘重 天文雄這邊打出了大量的 競技差距 前方的巨頭全部被搜光 聖鋁也是被射爛 家裡還被頂 完蛋啦 葡萄人 天文雄這波打得太漂亮了 好 這邊直接用村民砸死 這邊死了一隻老頭 哇 天文雄這個 斧裂癲 太漂亮了吧 好強大 好 再射一發 再過來 繼續射 來一台 射一發 好猛 超空兵現在來到了 驚人的二十幾隻數量 二十三隻 好 火炮一出來就被點掉 好 這邊雖然聖鋁很努力在著想 但是地的城堡應該要守不住了 天空熊慢慢打了出來 這邊直接蓋起了城堡 又來控住他的修道院 裡面五個聖物可能要被打掉 這一坨金也搶了過來 這時候 葡萄人才意識到左邊 家裡已經被入侵了 趕快搭上站要被開頂 好 這裡再補一個 補到第三個趕快搭上站 這是戰士中間天空熊的主力軍隊 已經衝了出來 好 這邊再蓋下更多的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有個小窄口 好 這邊拿打很漂亮 長弓兵繼續反擊生鋁 跟風琴炮 風琴炮完全射不到長弓兵 但左邊正用城堡被攻擊了 這時候對手打出了 拒絕 哇 天空熊這一場打得非常精彩 用這個長弓兵秀爆的對手 這個圍超跟距離投石機擺出來的時間點 也是恰恰好他可以守住的時間 因為他這根城堡蓋好之後 才有足夠的射程去保護距離投石機 兩棟城堡通常是能守住的 因為如果你移動城堡的話 對方大概剛剛有十幾隻生鋁 如果這十幾隻生鋁 直接應召他的長弓兵 然後在快到前方的時候 再轉去招翔對方的 招翔天空熊的劇情投石機的話 可能會瞬間被招翔走 所以這邊補下地棟城堡之後 就可以比較安心一點 哇 天空熊這邊真的是 打得非常精彩 前面夾住 後面偷偷打了起來 上方也是開城市中心開農 完全不怕對方的鎮艷前壓 相當忍著 忍靜沉著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天空熊拿下了大部分的勝利 黃金上燒了輸了一點 對方有五勝物的關係 當然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 這邊是村民進去差距 村民差距打出了快要三倍了 大概一倍多有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